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我为大家推荐几样最近在Costco出售的商品 以及几样我并不太喜欢的商品 或者是不健康的食品 方便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少走弯路 对所有商品的评价 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大家的留言对我 以及对收看我视频的朋友都有很大的帮助 先从几样生活用品说起 前几周在店内打折的这个厨房电子秤我买了一个 它里面自带三节AAA的电池 安装上就可以使用了 这款大容量最高可称重30磅的数字防水秤 它的干化玻璃顶部耐用并且防水 明亮的白色LED毒素确实是看着很舒适 说明书上说可以超精细的测量液体以及干料 最小的测量单位可以精确到1克 但是我自己试了几次之后 最小的称重都达不到1克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有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习惯用回在亚马逊上购买的这个厨房秤 它虽然最高称重到10磅 但是一般来讲还是够用的 随着天气的转暖 大家都开始里里外外的清洁起来 推荐Costco这个一盒九支的魔术抹布 内含三支厨房用抹布 三支浴室用抹布 以及三支额外的超强抹布 这种由水活化处理的微型抹布 能够深入物体的表面凹槽 并且清除污垢 适合厨房用的魔术抹布 可以清除除具上的污垢 用它来擦拭油盐机效果最好 即使油垢堆积的不粘锅底层 它也能够快速的清洁 就是这个抹布是一次性的 在清洁完用具之后 它就粉身碎骨了 刚好这一两周这个抹布还有折扣 每一盒优惠三元 这个是用来清洁马桶的 非常好用的凝胶 每一盒都有一个推送手柄和四管凝胶块 每一管凝胶块可以印制6块凝胶 这个Costco打折的价格是13块9毛9 价格是比马桶葱洗液要贵一些 但是它在用后每次葱水都能够让马桶保持清新的香气 而且使用也很方便 只需将凝胶管插入导管中 旋转一个小格就能压出一块凝胶 使用它无需接触也不用擦拭 再配合着厕所的清洁液使用效果更好 这个是能够缓解肌肉以及关节疼痛的药贴 这个药贴里面含有止痛剂 能够在疼痛部位起到数小时的缓解 一盒内140片里面是这样独立的小包装 每一包内有20片药贴 还有一个密封的塑料袋 每一片都有易于拆开的边角 药贴Costco前几周也有打折过 价格是11块9毛9 而且最近发现这个药贴还有另外一个功效 这几年一到村里就有眼睛发痒 流鼻涕的过敏症状 网络上有人分享用类似这种的药贴 贴在小拇指的第二个关节上 就能够减轻过敏的症状 前几天我试了一下还真的是管用 就是将这个药贴剪成拇指关节宽度的长条 贴在小拇指的第二个关节上 真是缓解了花粉过敏症状 它的缺点就是贴在手指上很容易脱落 最好外面再包一层窗口贴 Costco店内的这个熏猪肉碎 一盒内两袋 一袋385克 可是9块9毛9之前也有折扣过 这个熏猪肉碎已经是全熟的了 吃之前稍微再加热一下就可以 它的配方来自一间著名的连锁店 里面的成分除了猪肉以外 还含有大蒜、糖、番茄酱、焦糖以及盐 成分内含丰富的蛋白质、铁、维他命A、C 但是同时每140克内 还含有0.1克的反式脂肪 推荐这个熏猪肉是因为它非常的方便 忙碌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做肉夹馍的内馅 当然夹汉堡也没有问题 未有折扣的时候大家可以买来试一下 还有这个一组两包的瘦火腿片 它里面的成分是猪肉、水、醋、盐 以及一些食品添加剂 如果要购买火腿片的话 我建议购买这一款 因为它里面用的都是筋肉 比较瘦而且口感也很好 每一盒的包装还是可以重复封口的交贴 瘦的火腿片除了可以夹在三明治中 还可以用来做卷饼的内馅 也可以把它切成小碎丁 做成其他的食材 或者是拌色拉也可以 具体的做法可以观看我百变玉米饼的那期视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Costco还有卖腊根的 这个腊根是加拿大著名的牛排店的配方 它的成分里面有做腊根的山芋菜 添加了水、醋、糖、盐以及植物油 还有做咸菜少不了的亚硫酸盐 这个白色的腊根我自己感觉比绿色的GEM更有味道 时间也能相对长一点 无论是配牛排或者是配生鱼片 都是非常的够味 干果方面要推荐给大家 这个无核的西梅干 一大袋1.6公斤 价格是11块9毛9 这个产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大西梅含丰富的纤维 每天吃几粒能够促进消化缓解便秘 它成分表中就是西梅干 以及用来做防止剂的三黎酸酱 每4粒西梅干含有100卡路里 它的口感酸酸甜甜甜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还要再特别提一下这个素食的黑糖珍珠 这个一盒里面有12袋素食的用于做珍珠奶茶的黑珍珠 只需放微波炉内或者是沸水中加热 就可以自己在家中实现奶茶自由了 这个一盒内除了12包快熟的黑糖珍珠外 还有12只吸管 我自己的做法是将这个黑糖珍珠包放入开水中一两分钟 然后就关火取出倒入玻璃杯中 周明书上说 直接倒入牛奶和冰块就可以 但是这样做出来的口感有点过甜了 我还是觉得葱包一杯红茶加进去口感更好一些 Costco这一款里面的珍珠非常的软挪Q弹 泡在奶茶里一两个小时之后也不会变硬或者是变软 用它葱调出来的奶茶味道还真是不错 目前没有折扣价格是15块9毛9 目前店内这个包装精美的英式红茶和黑糖珍珠简直是绝配 这个一大桶里面有240个茶包 一天一袋的话可以喝大半年 之前圣诞节的时候店内出过一款绿色包装的 目前店内这个是复活节特别包装 很多人就为了这个精美的茶叶罐子买了这款茶 还要提一下这个正在打折的麦卢卡蜂蜜 它含有的UFM10毒脉素 含有强大的抗菌及抗氧化能力 通过它能够更好的对抗机体创伤 并且真正的做到从饮食调解肠胃改善胃病 它还有润泽喉咙增加免疫力的功效 麦卢卡蜂蜜和其他蜂蜜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是自然经历的黄金浓浆不太适合葱水服用 更适合每天早上空腹吃一勺 能够起到很好的养颜养胃作用 还有这个火烤的红椒罐头非常的推荐 这个一大瓶1.5升之前也有过折扣 它的成分里面就是红椒水白醋盐以及糖 没有任何的食物添加剂成分 这种红椒经过这个程序处理后 真的是要比生吃好吃很多 口感和味道都更加的丰富 并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锡钙以及铁 配搭着其他的蔬菜真的是绝佳的开胃菜 Costco最近的新品这个整粒的黄桃罐头 这个产自西班牙的黄桃罐头里面是去皮的整粒黄桃 添加了水糖以及柠檬酸 制成的这个黄桃罐头不是特别的甜 所含的糖分要比Costco的其他几款桃罐头少很多 这个罐头开封后要冰箱冷藏保存 最好10天内吃完 可以就这样当成水果吃 也可以把它切成小方块 用来做点心的装饰 而且这个罐头里面的水分也不少 果汁倒出来就直接可以做成饮料 桃子吃完后 这个大玻璃瓶子 还可以用来装咸菜 还要推荐这个蔓越莓汁给大家 Costco这个Ocean Spray品牌的一组两瓶 每一瓶2.83升 这个加工处理过的蔓越莓果汁 里面还含有红莓汁 这个果汁是有点甜 但是还没有蔓越莓果干那么甜 推荐这个蔓越莓果汁 除了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 它的主要成分还包括A型前花青素 每日摄取一定量的蔓越莓食品 能够有效的呵护女性健康 避免尿路感染 同时也有预防口腔溃疡 以及胃部溃疡的作用 如果没有时间吃蔓越莓果干 那么喝这个蔓越莓果汁 就是最直接的办法 这个蔓越莓果汁也是要开瓶 放入冰箱内冷藏 夏季的时候加一些冰块和水果 也可以做成鸡尾酒 今天在店内看到这个打折的雪橙 正好敢在这期视频内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雪橙一袋5磅 每一袋减1元 头一次在店内看到这个雪橙 个头比一般的橙子要稍微小一点 表皮还有一点小凹点 它的果肉和枝叶之所以呈现像雪叶一样的颜色 是因为它里面含有花色干 是花青素与单糖形成的糖干结合物 所以雪橙除了含丰富的维生素C以外 还能够促进雪叶循环 改善贫血的状况 不过它的味道是稍微有点酸 而且家里的小朋友看到这个颜色 以及它的名字拒绝品尝 最后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意大利的杏仁饼饼干 前几天在Costco清仓特价3块9毛7就买了一盒 这个大家看到一定要避雷 不要被它精美的盒子给迷惑住了 这个饼干是意大利传统的低温烘制饼干 里面加了糖蛋白以及杏仁 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成分 每4粒饼干32克就含有23克的糖 这个糖的含量是有点惊人 而且卡路里的含量也很高 4粒饼干就含有140卡路里 这里面一大盒确实是不少 而且饼干包装的也非常精美 外面一层漂亮的糖纸 饼干外面还有一层密封的塑料袋 尝第一口的时候酥酥脆脆的还可以 但是越往后面越觉得甜 不怪的特价3块9毛7也放了好几天才卖光 店内现在虽然已经没有这款了 但是以后大家看到一定要绕道而行 好 本期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这样的分享 敬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